高島沙發按摩椅 高島沙發按摩椅 智能聲控 動口不動手 Fu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在家裡休息了 哇十天了耶 滿爽的 還不錯 聊MG MG有什麼好聊 MG訂啦 等來的再聊 要聊什麼 MG的價錢就是 一個是什麼 118.9 然後一個是那個 89.9 一個是89.9 啊89.9真的很便宜啦 你以那個規格配備啊 看起來真的滿便宜的 可是我那時候 其實我本來就是要訂89.9的 但是在那個前一刻 我後來Q了 因為我去研究了一下 他那個89.9萬的是一個 我記得是一個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我對那個變速箱 我去研究了一下那個變速箱廠 我看他公司註冊在美國 因為那個變速箱廠 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哪一間 什麼Mega什麼什麼的 我那時候去研究忘記了 叫Mega什麼 什麼Mega我忘記了 後來去查好像是 他們自己的變速箱 啊我就對於他那個 雙離合器的 你知道我對雙離合器 我就不喜歡 所以我在最後一刻 我考慮了應該一個禮拜吧 我就跟他大概講說 就訂油電的 欸你要去想喔 MG這個牌子他在大陸是 算二線耶 對不對那Volvo應該不算二線嘛 Volvo應該算一線的車款 所以他們的東西應該 單就雙離合來講 不能這樣直接比吧 對啊因為你BMW也是雙離合啊 你不可能拿來跟MG比吧 他那個樣本數沒那麼多啦 那我在查大陸那邊 好像他的雙離合器有一些災情 可是不多啦 因為真的聽說在那邊好像賣的數量 也不是在很前面的車廠 所以其實 研究不太出來 那我對雙離合器 我覺得再怎麼樣算了 好不好不要跟他拼雙離合器 後來我就訂了油電車款 沒有訂雙離合器 好不好跟大家分享MG 我自己訂的心得是這樣 那也蠻多朋友私訊我 問我能不能買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也是白老鼠好不好 而且其實 我坦白講 我覺得這一台車 其實不是短期測試而已 這個車其實應該是要長期測試 因為我覺得車本身 問題與否是其次 對啊我覺得問題是在後勤的部分 那後勤這種 需要時間才能夠證明的 所以不太測試得出來 好啦 剛剛有人講M3 我就來講那個M3齁 其實M3那天我們FB齁 因為你知道FB就 就蠻多同行的嘛 對啊其實當天就很多人 在FB有 PO訊息啊或什麼 那天我就看到 我想說他們在PO什麼 那後來才發現這個事情 然後有一些新聞說 有人去問一些汽車達人嘛 對不對 還是二手車商嘛 就說這個 有一些比較名貴的車啊 一般的消費者 試不到車這樣 大概就是在講這種事情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 不知道該怎麼說欸 因為 我是那種主張說客人要試車 我們是一定要給人家試的 我常常在講的 你如果今天去一個商店 又不是網購 對不對 你到了一家服飾店 你想要試穿衣服不能試穿 好像也是怪怪的齁 所以其實這有點尷尬啦 這也暴露出說 其實我們這個行業它還是有風險存在 對啊 你看我不給客人試 客人說 車行啊 試車不給人家試啊 做生理這樣做的啊 有沒有 你不給他試也不行 你給他試就是有風險 那尤其我講認真的 今天是一台200多萬的M3 假設今天是我 你來到我的店裡 你一個20歲的年輕小夥子 你要來開一台200多萬M3 我不讓你試好像我看不起你 那我要去給你蹭金蹭量 說你要試這200多萬的車 啊你做什麼工作 請問你是想要現金還想要貸款 喔啊怎麼樣 現在是怎樣 穿金穿妞就對了啦 喔你現在怎麼樣 你們現在要賣車 都要先這個戶口調查就對了 需不需要提供財力證明給你 才可以試車 對不對 你們現在做生理都怎麼樣 我不行進口車 不能去健身房這樣就對了 有一點這種感覺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也不好意思 把人家蹭金蹭量 可是你想想看一台200多萬的車 那大家 我講難聽一點啊 我保守一點 有六成的人啊 一輩子開不到200多萬的M3 對不對 是不是至少有六成的人 一輩子開不到200多萬的M3 我能這樣講嗎 我可以跟你講啊 那一代M3連我都還沒開過啊 我在做二手車行的喔 我不是在說喔 大家都沒錢怎麼樣喔 F4代的M3連我都還沒開過呢 所以我認為絕大部分的人 其實真的一輩子可能沒有 一兩次的機會開到M3 你說有沒有可能他就是要來開看看 那我今天不是講這件事情 客人怎麼樣 因為畢竟人家都已經RIP 好不好 我們也是這個RIP 好不好 只是單就於 因為我在這個產業嘛 有時候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風險 跟一個很尷尬的地方 就是我在講的 我們不讓客人去試嘛 好像又很小氣 或者是我們要選擇性的 讓人家去試嘛 也是很奇怪 對所以大部分 你看像再加上我們店裡 如果又是服務人員 講難聽一點 M3這台車 也不是服務人員的車 對不對 也是他們老闆的車 我說如果我們店裡啦 我們今天我們店裡 有一台這樣的車 連我們服務人員 他可能自己都賠不起 所以其實還是有風險啊 那像其實我們試車 都有請客人 簽一個試車同意書 這個已經是對我們來講 最微小最微小 最基本最基本的一個規範 就是簽一個試車同意書 就是確認這個客人是有駕照的 然後確認說這個 你試車過程中 發生任何的問題 都要由這個駕駛者來承擔 類似這樣的一個 試車同意書 我跟你講啦 以前的某一集的 YouTube精華就有人留言了啦 說小師哥先知啊 你們如果有比較 聽我的直播比較久的 我以前就講過 在樹林一個同行 就發生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 E36M3也是黃色的啦 鵝黃色的E36M3啦 那跟我們公司 調車回去啦 結果呢 客人車沒賣掉 他們業務 沒有開過M3嘛 那公司的業務 沒有開過M3嘛 結果大家就輪流 想到說 欸我可不可以出去開一開 反正車調來的 其中一個 一個迴轉 油門補下去 直接就是香蕉 那一台 M3也是變香蕉 鵝黃色的M3 E36 這約莫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我在某一集的直播精華裡面 我就講過了 今天有人有留言挖出來說 小師哥你這是先知 不是我先知 是真的發生過的事情 好險那個是人沒事 後來整台車他就跟我們公司買斷 那時候我也在別的地方上班 那個以前就發生過的事情了 十幾年前就遇到過的事情 一樣變香蕉 對啊所以其實很尷尬啦 所以這個有時候齁 我們也是有一些風險啦 那雖然我們有簽那個同意書什麼 我講難聽一點 你真的出了這種事情啦 怎麼賠 賠也沒用人都不在了 要賠什麼 我也曾經跟大家講過嘛 有一個女孩子到我店裡 說要試車 然後就看她怪怪 可是又不好意思 一直問她啊你有沒有駕照給我看 然後有有給我看 那個女的還很有自信 我說那不好意思那 這個小姐你有開過車嗎 有有我只是比較少開 我駕照其實齁 十年前就考到了啦 我只是比較少開而已啦 我ok啦不用擔心啦 啊你確定齁 沒問題啦沒問題啦 結果就是一樣給她簽個同意書 在我店裡面嘛 正要出發 還沒有出我店裡面啦 開我的車撞我的車 撞一聲 車都還沒開出一場外喔 在我店裡面開我的車撞我的車喔 沒有撞一遍撞一台而已 撞到以後呢 車上業務說 欸踩煞車踩煞車打空檔 她怎樣你知道嗎 繼續踩油門 一直叫她踩煞車 她繼續踩油門 踩到頂著前面那台車輪子空轉 嘰 我就他媽的就在車旁邊 我好怕她撞到我 我們在外面的人在喊 在裡面的人在喊 踩煞車踩煞車 然後她緊張啦 油門再補下去 我就眼睜睜的 大概離我三公尺吧 我就看她輪胎繼續頂著我的車 繼續空轉 嘰 滑胎 夭壽啊 那啦 算地平線有滑胎是有加分的 你知道嗎 我真的 你真的會暈倒啦 後來好像請她賠兩台車的保險桿 我猜是五千啦 因為太久了我忘記 那個也好幾年前的事情 一次神交兩台你想太多啦 你有辦法逼她買嗎 你覺得咧 我們開店做生意 你有辦法逼她買嗎 這種事真的 我們發生了太多 屢見不鮮 所以你看現在其實 新車公司因為他們簡單 你看到新車公司 因為他們四乘車就那幾台而已 所以他們可以去保那些 四乘車的保險 了不起 一個公司 不就五台車 十台車了不起 十台車都保就好 四乘車就那幾台 全險保好 問題是 你像我公司 不要說幾百台 我們隨便一台車行 二三十台車以上的車子 那我們怎麼去把每一台車保險咧 如果真的有這種四車險可以保 保險公司歡迎來找我 我歡迎保險公司來找我 車上要擺滅火器嗎 建議如果可以的話是可以擺 但不要買太爛的咧 不要買那個沒事自己 在車子裡面爆開的咧 哈哈哈哈 你不知道 不可以買阿路貨咧 你知道嗎 一些阿路貨很熟的 一支幾百塊那種 那明明沒事 在車上爆開 第一個在車上爆開 第二個是你真的要用它的時候 它不會痠阿 你知道嗎 因為氣已經漏光了 之前遇過那個阿 車上放Light的 整個垃圾棒燒掉的阿 火燒車是那個阿 之前好像有一台應該是KUGA吧 說在什麼中午車商買了一年阿 後來火燒車回去找中午車商阿 有沒有 這也是 很好玩阿 然後車商說 好像說這個中間它的保養 什麼都沒有回指定廠 所以這個車商當然也不可能理它嘛 對不對 而且還要看看它車商有沒有給人家加裝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啦 現在火燒車 你要索賠喔 不要說找二手車商啦 假設你是買新車啦 你過一年燒起來了啦 你覺得原廠會理你嗎 你確定原廠就會理你嗎 我自己是二手車商 我講實在話 站在二手車商的角度看 真的滿倒楣的 你想想看喔 我先假設 我賣給這個消費者的車 假設沒有事故 沒有泡水 沒有調錶 是一台正常保養的車子 然後我賣給你 一年後你燒掉回來找我 我是不是很倒楣 你覺得你很倒楣 你覺得你火燒是很倒楣對不對 我覺得我才倒楣 如果我是二手車商的話 站在那個立場 想我覺得我還滿倒楣 我什麼都沒做 就是一台好好的車 也正常保養車給你 你為什麼不去找製造這台車的人 你要來找我 因為我比較小咖嘛 因為新車有那個律師團 二手車沒有 哈哈哈哈 二手車商最腳的一副爛 但是我真的認真講 如果今天不要說 中間有隔一個二手車商 如果是新車的話 你確定新車公司就會離你嗎 然後第二個 好啊 要來爐 不然你去查說 這個起火的原因是什麼嗎 對不對 你要熱的我最苦的 你也要跟我說起火原因 是因為我造成的吧 那這種車子的 起火燃燒的那個 很難查耶 不好查耶 你現在的車隨隨便便 要加裝個行車紀錄器 要加裝個什麼抬頭顯示器 要改裝個影音系統 安卓機 很適合的事情吧 甚至有的去改 全數譽來破解電腦 有的沒有的 對不對 你車上只要有一個改裝品 不管是原廠也好 還是二手車上也好 你給人家改東西啊 你看你看 行車紀錄器沒接好啊 不然是修理啊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 你這一年裡面 你怎麼使用這個車子 我怎麼知道 你機油加對番號 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缺水在開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 你加裝了什麼東西 我怎麼知道 你的手機充電線 合不合乎規範 好我剛剛講那個啦 火燒車那個啟動保固的問題 其實我從裡面有看到一個事情 很久沒跟大家分享 現在很多這個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嘛 不是有很多的聯盟啊 什麼的有沒有 比如說一年保固啊 XX聯盟 那他們在做一件事情啊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何謂啟動保固 那為什麼有人不去啟動保固 很多人在買車的時候啊 只看到廣告跟你說 有一年保固啊 多久保固啊 什麼九大基建 七七四十九樣耗材 有沒有 有的沒有的保固有沒有 一年兩萬公里啦 幾年幾萬公里保固啊 有沒有 廣告都會寫嘛 大家就 那你在看車說 請問你有沒有保固嗎 有 我們有九大基建 一年兩萬公里保固 有沒有 他就直接會這樣跟你講 那你就不宜 有他你就買 然後買了之後 交車的時候 就會給你一個保固手冊 你住在哪裡 好 你住在桃園的XX路 好 剛好我們那邊有一個 這個簽約的保修廠 那記得 你交車之後呢 要拿著保固書 出去那邊啟動保固 那以你的車大概是 要付六千塊的啟動保固費 那你說 欸 為什麼要付六千塊啟動保固費 因為你要去啟動保固 去保養一次 那我們要確保說 你有換新的油 那之後呢 他會現場跟你點交 車況沒有問題 馬上 這個一年的保固 就會從當下開始計算 那我如果沒去咧 沒去就沒有保固喔 所以很多人在買車的當下 他交車的時候 他才知道 原來要有一年的保固 必須要去啟動保固 所以呢 我看的那個火燒車的新聞 好像就是他沒有去啟動保固 然後呢你不僅僅只是去啟動保固喔 你啟動完保固之後呢 你在這一年之內 你都必須要定期的回簽約廠去做保養 這樣你的保固才是有效的 你要回去讓他在你的手冊上蓋章 這樣你的保固才是有效的 所以這個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了 這個沒有什麼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遊戲規則 你就要照他的遊戲規則走 假設你真的在保固期內壞了東西呢 那你的特約廠 他就會拿出你的保固手冊來告訴你 講解給你聽 你現在壞的這項東西是有保固的 或是是沒有保固的 因為是耗材 你看我們這邊有寫 保固書他就會拿出來跟你教育你一下 說你不用回去找車商 比如說水箱破了好了 我們假設水箱破 一年內水箱爆 不好意思這個林先生 你這個水箱可能沒有在保固範圍內 你要自費大概是6800 為什麼我才買半年而已水箱就破了 來我們之後這個保固手冊 你當初簽名有蓋章的保固手冊 我們來搬到第二十二頁 這邊有寫 這個一些水箱等等這些耗材 不在保固範圍內 照片照走 照片照走 這個白紙黑字 你看不保固的部分 我們有特別用紅字呢 幫你標示出來 所以這個我們可能沒辦法幫你標示 你也不用回去搬車商 也不用回去找他了 因為保固手上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在怎麼不爽 你還是鼻子摸著付錢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啦 所以有些人呢 他一直在交車才發現說 原來保固還要花錢 啟動還要花錢 然後 我為什麼這一年內都要在你的修理場 如果我被你跪去了怎麼辦 對不對 我有認識的修理場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在你指派的 那他有可能交了車之後 他就不去啟動保固了 然後才發生這樣火燒車的事件 那他回去找車商 那車商剛剛好 也可以用這個方式說 我們當初給他保固 叫他回去保固廠 他也不回去 他堅持要去自己的廠 所以現在燒起來了 我怎麼知道他怎麼弄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意思啦 我那天稍微看一下新聞 好像大概就是這樣講 那我之前也遇過 我用這個話題來做個延伸 像我前兩天 我也遇到一個私訊我的 他說他已經在一個二手商買了一台車三年 3 years later 他才發現 他說他的右前輪有事故過 事故 他就問我小四哥 我現在這個還可以回去找他嗎 我說第一個 可不可以回去找他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可能要犯一下你們當初的合約 針對這個保固的內容是怎麼寫 有的合約內容會是說 這個車主買方可以在交車後的七天內 到各大檢驗場做檢驗 如果有事故泡水 調表 本公司原車價回收 然後這句話重點是七天 交車後七天內 也就是說當時在簽訂合約的當下 聽起來合情合理嘛 就是這個 陳先生 你現在買這台車 交車之後呢 你有七天的時間 可以到各大檢驗場去做檢驗 如果有任何與我跟你訴說的事實不符 七天內你可以回來找我 我會原車價跟你做回收 為什麼要押七天 不是因為是這樣 陳先生我跟你講 七天後 十天二十天三十天 我們就已經很難去判斷說 車到底是在誰的手上事故了 所以我一定要押時間 你今天萬一你回去 我假設啦 我不是在說陳先生你是這種人 我相信你不是這種人 萬一你像有一些客人 比較這個澳洲來的客人 還是這個比較沒有文化水平的客人 他回去他自己撞到 他趕快修好 然後簽來找我說 欸小師你賣我這台車有事故 你看這邊有噴過漆 這邊有撞過 那我們就很難去界定說 是在他手上出的事故 還是我給他的時候就有事故 因為沒有壓時間 他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把它修復好 再回來 跟我說欸你要給我原車價回收 所以在當下這個 聽起來是蠻合理的對吧 我一定要壓時間 不壓時間 好就以這次的這個case 三年 欸三年欸 認真要生小孩 可以生不只三個了吧 對不對 三年的時間認真要生小孩 我來講可以生到八個去的欸 有沒有可能 有吧 三年的期間內 你的車到底 你說右前輪有事故 是你撞的還是我撞的 請問一下 要怎麼舉證啊 南風天 吃氣重 所以還沒乾嘛 好不好 你在這樣王爺要發飆了 我跟你講 上面整天說 我一定要跟同一個嗎 對不對 你的頭腦會不會太死了 好啦 反正就是三年的時間 我是覺得應該很難舉證了啦 他問我可不可以回去找車商 我說找是可以找啦 對啊 問題是誰理你啊 我是這樣覺得啦 講難替你合約都不知道塞到哪裡去了 然後啊 藉由這個我又覺得又衍生了一個事情 你們如果有去買二手車的時候 有一些手冊啊 或是保固條款 你們可以認真看 其實基本上都會設一個停損點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這之前也有遇過消費者來反應過啦 很多車商 他在給你保固引擎變速箱的當下 其實他們會設一個停損點 比如說我給你保固引擎變速箱 但是呢 如果超過五萬 我就是賠五萬而已 有一些合約是這樣喔 我之前有遇到一個來跟我反應過 在別的地方遇到的狀況 就是他買沒三個月 引擎壞掉 要修八萬 可是保固條款裡面說 我最多就是把你賠到五萬而已 有這樣子的條款喔 所以你看他就跟我講說 小師哥這樣怎麼會公平 現在的車隨便引擎 變速箱 動輒修起來八萬十萬的 那你只賠到五萬 那我不是很倒楣嗎 你如果萬一這車商 他一開始就知道 這引擎是爆過的 那他交給我之後 我又發現引擎壞掉 然後他最多賠五萬 那感覺消費者很吃虧 所以這個部分 不管你們在哪裡買車 保固條款 一定要注意看 好不好 這個也不能說車商有問題 因為車商總是要設停損點 你總不能說 我買一台車才賣你二十萬 我引擎要修十八萬 好像也不太符合那個比例原則 對不對 那要我說是這樣 你說我小師有沒有停損點 我停損點很簡單 假設我們瞧不攏 那最簡單一件事情 你車還我 引擎壞掉 你如果確定 我們百分之一百確定 不是你開壞的 是我給你就有問題 那沒有問題 你跟我買三十萬 你車還我三十萬還你 大概沒輸贏 就這樣啊 我的停損點是這樣 原廠更換車門 前提是撞到無法修 才會更換車門 不一定 原廠有可能是他懶得修 就叫你換 並不是不能修 我遇到很多這樣的狀況 我沒有針對哪一個原廠 大部分 我遇到的八成以上都是這樣 沒有要幫你板的意思 基本上大大小小就是叫你換掉 除非你真的小到靠北 一個拳頭大以上就是叫你換掉 因為換是最快最簡單 這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換是工時來講是最划算最便宜 再來一個還可以A保險錢 可以賣很貴的零件賺錢 所以百名都是換的 除非我遇過一些蠻多的狀況 有來問我 然後他們傳的照片給我看 你說小事哥我撞這樣子給你看 原廠一直叫我把尾門換掉 你覺得我要不要換 我看完照片我說不要 你跟他說我死都不要換就對了 有來問過我有一些有堅持 基本上堅持不過 原廠還是不願意幫他修 那你也可以到外廠修 外廠也可以報保險 為什麼一定只有原廠可以報保險 外廠報保險就會賣你板 他跟你講反正保險出對你不是好事 因為第一個你的車就折價了 第二個你的保費就被報高了 本來八千塊可以修好 一修兩萬八 你理賠金額就變多了 對你而言也不是好事 換了車門會變事故車嗎 我倒不覺得說換了板件 你就要說他叫事故 因為畢竟事故來講 這兩個字聽起來很沉重 車子都有大大小小的插狀 引起了更換板件 但我們不能說有更換板件 就叫做事故 因為很難界定啦 你像上次我拍影片 車頭有幾隻蚊子屍體 我就說你這個有事故過 也可以這樣講嘛對不對 有些人一個拳頭冒下去 他還看車 你這個有事故捏 譬如說今天酷炫他爸那一台 慢慢這樣凹進去 你覺得那是事故嗎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那就是A道 倒車A道一看就知道 被我畫一個Poken那個有沒有 對不對你覺得那個就是事故嗎 我認為那個不是欸 我覺得那個就是A道而已 可是有的你看 你這個你看 你這拗進去好嚴重喔 你就事故吧 有沒有 有的在事故車 有的齁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網路的照片 整台車破破爛爛的 他寫說一手元妻有沒有 自售 一手女用車元妻 整台車都啪啪啪 無事故 有沒有 有沒有看過那個梗圖 一台車破破爛爛還貼紅紙條 一手女用車無事故有沒有 在路邊賣 那整台車已經用在爛了 他也說無事故啊 所以事故這兩個字我覺得 有點沉重啦 應該是說換過板金 那他應該 理應要比沒換過板件的車 來的折價多一點 要便宜一點 對不對 所以就是換過板金 不一定叫做事故啦 那事故 在我看來事故一定得換板金 就是這樣 好不好 所以這個板金的部分 我真的是覺得 看你怎麼看 比如說我舉個例好了 我們昨天才售出一台01年的 阿提斯 那基本上我們已經都翻經過 我跟大家分享過 幾萬塊的車子 包含就酷炫那台就好 我記得酷炫那台我買6萬吧 我沒記錯好像是跟他買6萬 還是6萬多 我有點忘記了 反正我買個位數幾萬塊的車啦 回來整個翻一翻啦 再花一台車的錢 就是要賣十幾萬 我昨天賣一台01年 2001年阿提斯 我要賣12萬8吧 也是整理過 賣12萬8千 2001年現在已經21年 阿提斯 我賣12萬8千 那當會有很多人還問阿 他就還問 阿請問是不是原板件 那我們也跟他講 喔沒有 這台車有換過一個 引擎蓋有換過 一個葉子板有換過 他說是事故嗎 我說欸欸欸欸 這車21年阿 其實我也不知道 叫不叫事故 阿就是換過兩個板件這樣 阿怎麼會換過板件 21年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 換過引擎蓋跟葉子板 那我能夠看得出來的就是 股價是OK的 結構是好的 阿就是板件 就是換了引擎蓋 換了葉子板一個 就這樣 那我常常分享一個事情 就是這個車已經到了 十萬左右的這種代步車了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應該要把 重點放在說 他的基建回來 會不會讓你花上很多錢 一直在開 一直在修 一直在開 一直在修 一直在修一直在開 我覺得你應該把重點放在這裡 已經不是在是不是原期 或者是是不是原版 當然我覺得結構還是可以care的啦 結構我們當然不能夠放水 結構最好還是要是完整 那只是說一些 刮刮蹭蹭 表皮的東西 應該是要把它放在比較次要的地方 不要太嚴重就好了 已經不是什麼原期 是不是一手車 是不是女用車 21年了 其中有一任是女用也不回過 就算當初是女用 現在也變阿嬤用了 對不對 20年了 當初可能是一手香香小姐姐的車 現在也變成阿嬤車了 20年了 也變阿嬤了 我覺得不要吃雞油 也不用那麼嚴苛了 我們試著把順序動一下 雞油不要吃太大 我們試著加一個不要太吃雞油 我覺得就OK了 你如果要求不要吃雞油 我覺得都有一點過分 一個引擎已經動了21年了 它一點點雞油都不能吃嗎 我再換一個角度講 如果你今天去看一台車21年的年紀了 賣方跟你說 我這個一滴雞油都不會吃啦 我覺得你還要懷疑一下 真的 怎麼可能啦 對不對 當然我這個年紀 我講說我一個晚上三次五次 以小屍的體格來說 你們不會懷疑 你今天如果換成是一個另外的人 他講說我一個晚上四五天沒問題 你們就會懷疑啊 他說的是不是尿尿嘛 對不對 他說的是棒流嘛 我是覺得吃雞油 21年 我覺得也是要懷疑一下 怎麼可能沒有 我是不太相信 有這種東西 都不會去換掉 21年你都不會破皮 你都不會滑皮 你活塞一直叮噹一直叮噹 一直叮噹你都不會滑皮 你沒有滑皮 你最沒辦法出錯吧 對不對 只是講說有時候車子的重點 有時候到了一個一定的年紀有沒有 他可能已經不是說 是不是元77有多漂亮 是不是一手車 一塊板件都不能換過 機油都不能吃 好啦 反正就是這個啦 我們藉由這個火燒車的事件 跟大家分享一下 保固的這個內容要注意 還有啟動保固也要注意 還有這個車商的停損點 他們一定是會設停損點 包含我也是會設停損點 然後這個你車子呢 買太久之後呢 你要去揮說 發生事故 發現事故 這個很難揮啦 機油濃度用高一點有差嗎 有啊當然有差啊 可是也不是一昧的高啊 你知道以前有賣那種 麥芽糖你知道嗎 那真的就夭壽了 你知道嗎 那整個孤子 真的像麥芽糖 那個倒出來 那個速度之緩慢 那個一瓶鐵瓶子有沒有 一開罐拉開那個倒 那個麥芽糖 那個整個孤子 流的好慢 流的好慢這樣流下來 有些車商嘛 吃機油會冒黑煙啊 它那個就直接灌進去啊 然後冒煙會止住啊 稍微會止住啊 然後油不會吃那麼兇啊 很高很高的啦 艾鐵牆還不算啦 還有更高的 高到真的就像那個麥芽糖一樣 它那個倒出來速度之慢 你知道嗎 你要把整瓶倒完要很久啊 直接倒到機油裡面喔 讓你整個都填補起來 然後你的車就會變很難開 然後我告訴你喔 它那倒最後在裡面啊 全部都燒掉 然後整個炒灰搭 整個弄起來像龜鈴膏一樣 就對了啦 那個基本上那個 加到最後引擎就是掛掉了啦 它就用超黏超黏的 然後說是什麼 田縫啊什麼 喔反正就是 那很夭壽的啦 那跟沒啦 我跟你說 引擎就是燒掉 就是爆掉 它全部附著在裡面 然後在那邊高溫燃燒 全部焦化硬化 全部都卡在裡面 那真的不行 購不夠 不過通常都是老車 才會去加那個啦 就可能那個 車商的心理也好 消費者的心理也好 怎樣 有病治病沒病強生 反正喔我跟你講 死完蛋啊 就是要等死了 死馬上活馬醫啊 真的啊 我就中了要死了 你叫我吃菜 我也是吞下去啊 真的啊 我也是吞看看啊 對吧 你要換機油 是不是要把那個舊機油漏光 我跟你講你還漏不光 你那個 泄油螺絲拔開那個油 漏不太出來 很恐怖耶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多濃 然後有人問說這個 八萬公里要換哪些零件 我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因為每個廠牌每個廠牌 表定的八萬公里都不一樣 那我是覺得如果假設你今天 你買的是一台二手車的話 我比較推崇的一種照顧的方式 你看我們常常在拍這些影片 好我們就以今天那個 S-CAP酷炫這一台 S-CAP為例 好不好 我去問裝爸說 你之前怎麼保養換過哪些東西 他也說不上來 上次他也說 小事我賣給你之前 我還去換了一個輪子那邊 一根 不知道什麼 那個什麼軸 就是那個修理廠說 那個有聲音 我還去換一個新的 他說 都說不上來 你要問裝爸說 你這個車 到以前到現在 你換過什麼東西 他自己都說不上來 他有的修理廠 跟他說 這個要換3800 好換一換 這個聲音是那邊要換 換掉他就換掉 很多前車主 他對他自己的車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比較推崇的方式是 我們買回來以後 我們全車 針對整個系統 就是我們常在拍影片給大家看的 不管是今天S-CAP也好 工藝車的整理也好 我們就是整個整套的 路式 然後下去整理下去測 看哪裡有聲音 哪裡該換 水棒譜什麼的 我們都去換 那換完之後呢 我交給下一個車主 那下一個車主 他就是 每5000公里保養的時候呢 正常來講 你的保養廠應該要在 在每5000公里幫你保養的時候呢 再幫你頭到尾再檢測一次 你知道嗎 就這樣子 然後 有人就一場跟你講 這個林先生這次幫你檢查 保養完了 剛剛有幫你檢查到 這個你的哪一條水管 有點變形了 建議要的話可以提早更換 以免下一次你忽然爆開 那你再換 換到哪裡 修到哪裡就好了 你像我去接手 MASADA好了 買回來我記得好像是2萬多公里吧 還是3萬公里我也忘了 反正我買回來說我也是一樣 對不對 我就去修理廠頭到尾檢查一次 水路油路 檢查到下面稍微有點滲油 那就再觀察 觀察觀察到下一次再保養 哇真的漏了 那就把店片換掉 就這樣 那你如果要去照那個錶定換 有時候東西還沒壞 你就非得把那些東西整串換掉 那我覺得這樣子好像不是一個 聰明的保養方法 因為你買二手車無非你就是要省錢 那你又要照原廠的錶定去換東西 我覺得就太浪費錢了 那你就買新的就好 好啦大家晚安啦喔 差不多了 好像快沒聲音了 呵呵呵呵呵 緊緊緊緊龍免摳魯通通包鬼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ウルトラーダッシュ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 大家晚安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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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